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7月22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就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 以及中美高层会晤等内容提问 赵立坚表示 昨天我们已经介绍了 美方提出希望安排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近期访华 同中方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 经双方商定 舍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 届时 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峰副部长 将与舍曼会谈 之后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会见舍曼 中方将向美方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以及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 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 赵立坚表示 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我们将此访安排在天津 主要是出于防疫安排 还有考虑到天津离北京比较近的原因 至于你提到关于其他的中美会晤等方面的问题 我目前没有要发布的消息 7月21日下午 美国国务院发出声明宣布美国副国务卿舍曼7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 而7月22日凌晨 外交部也透过新华社宣布这项消息 对此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指出 美国国务院这份公告是单方面采取行动宣誓讯息 而非与中国达成协议同时公布出访信息 摆出如此恶客临门气势 看来未来是会无好会 双方关系暗潮汹涌 看起来不太妙 他还提到 美国务院公告模糊说道 舍曼将会见包括王毅在内的中国官员 似乎要一扫之前见不到外交排名第一副外长乐玉成的说法 让外界认为舍曼抄接与王毅会谈 但根据后来中国外交部的那份声明 舍曼将与主管中美关系的副部长谢峰会谈 之后王毅将礼节性会见舍曼 关于声明中强调 舍曼此行是促进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并负责任的管控这一关系 张静质疑 必须要问 以往是谁不负责任管控双边关系呢 这不斥于美方自己招任过去政府的不负责任 就在几天前 美国政府自己导演了一幕 副国务卿访华又取消的闹剧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18日启程访问亚洲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通报 他将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 在他的行程中没有包括中国 这让人们感到意外 访华和取消访华 这是一个被美国生生制造出来的舆论话题 他试图通过一系列舆论操作 既能对华施压 同时又可以抹黑中国的外交形象 但实际上美国的做法才是很不专业 也极不礼貌的 舍曼会不会来华访问 这原本是两国外事部门之间的磋商和安排 它本不应该成为一个争议性的舆论话题 但它怎么就从一个专业议题 变成了一个舆论话题了呢 这是美国一系列操作的结果 美方的动作还是老三样 放风 官宣 继续放风 引导舆论 他的第一轮放风来自消息人士 香港南华早报1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放出信息 舍曼将于下周访华 不仅言之凿凿 还放出不少细节 比如说舍曼将在天津会见中方官员 双方会讨论美国国务卿和中国方面会晤的可能性等等 报道还强调了舍曼此行的重要性 称他的访问将为拜登政府制定下一阶段对华政策 提供一个难得的接触机会 紧接着7月15日 美国国务院在官网发布 舍曼即将于7月18日至25日访问亚洲三国的消息 由于此前的舆论铺垫 人们自然会意外地发现 舍曼的行程里没有中国 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疑问 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急需解答的问题 也就在官宣的同一天 英国金融时报称 是中国冷落了美国 文章抬出了四名知情人士 说是中国拒绝了舍曼 因为中方在人员上的安排 没有满足美方提出的要求 于是美方取消了舍曼天津之行的计划 看 锅果然又落到中国头上了 美方一边踩中国 一边还要继续放风抬高自己 随后一天 也就是7月16日 又是美国国务院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 对路透社说 舍曼还可能访华 他说 虽然舍曼的亚洲之行中不包括中国 但在行程安排上仍留有了访华的余地 如果增加这站访问行程 那中国将会是他此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他还补充说 这是美中关系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刻 如果与北京方面的接触是实质性的 将产生重大结果的 华盛顿方面始终持开放态度 如果只看外媒的报道 一些人恐怕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的外交封闭傲慢 而美国则是开放和积极的 这就是美国引导舆论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实际上美方的操作才是相当不专业 也毫无诚意 更谈不上礼貌 舍曼到底是不是有访华安排 双方在对接过程中 是否有技术性的问题尚未解决 最终他是不是会实现访华 这些都属于专业团队的工作 外人不得而知 但是美方率先通过消息人士制造议题 这绝非偶然 美国的小算盘已经打得劈啪作响 第一 通过所谓爆料内幕向中国施压 试图通过制造对华负面舆论 来实现自己的外交诉求 第二 如果最终舍曼访华未能成行 责任在中方 第三 如果舍曼实现了访华 双方进行了有价值的沟通 是美方的功劳 第四 试图向外界制造一种中国外交傲慢混乱的印象 不仅对中国外交施压 也试图抹黑中国内部治理体系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说 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 都始终标榜自己以结果为导向的形式风格 中国是一个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大国 相关的安排必然是得体的 如果外媒报道属实的话 美方的做法严重不符合外交礼仪 说难听一点 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 而中国方面始终保持着克制 和对美方最大限度的尊重 中国关闭对美接触大门 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假指控 美方的傲慢显而易见 除了制造舆论议题 他还希望在全面对华施压中 跟中国打交道 就在舍慢启程的前几天 拜登政府刚刚毫无道理的 对香港实施新的制裁 而他的顶头上司布林肯 也对中国发出坚力的批评 因此也由美国媒体敏锐地捕捉到 舍慢的中国之旅如果成行 也将是在华盛顿 对中国实施新的制裁后几天进行 就在宣布舍慢出访计划的声明中 美国国务院表示 他在访问期间将重申 美国致力于与盟友和伙伴合作 以推动印太和平安全与繁荣 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由美国媒体解读说 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是国务院用来指其反击中国 所谓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的用词 至于现年71岁的舍慢本人 他在今年4月获得任命后 于5月就立即动身访问了东南亚和欧洲 他没来中国 但中国却成为其访问行程中的首要议题 比如在访问柬埔寨的时候 他不仅宣称对中国在柬埔寨的军事存在 表示严重关切 还试图鼓动柬埔寨 保持独立平衡的外交政策 此外 在6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 舍慢透露 中美正在进行工作层面的沟通 重点不仅是告诉中国 还要告诉世界其他国家 美国将处于实力领先地位 中国不吃这一套 一位熟悉中国外交的消息人士说 他表示 从建国以来 中国的外交始终就是不卑不亢的 美国越是施压 中国越是会坚持自己的主张 不会理睬美国的无理要求 他说 基于目前的客观形式 中美双方都有沟通与接触的需要 如果美方因为一些技术性问题 故意找茬 这是美国国务院的失职 也有观察人士猜测 舍慢访华最终成型的概率 相对还是比较大 也可能在最后一刻 看到中方还是没有理会美方的无理要求 最后他来了 也就来了 如果美方真的认为 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很重要 就请先拿出诚意来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